你真打算一辈子不跟我说话啊 我错了 我不该和你欧齐 也不该拿梦过吓唬你 更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营地 害你受了惊吓 昨天我也特别怕 后来见你没事 我不知有多高兴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 是我 是我搞砸了 那你之间为何 一直要生我气 那你为何总把我跟二郡主凑在一起啊 那是因为你们两本 我先前虽然有意要接近你二姐 那时候不是还不认识你吗 你说过 送人东西前先问喜不喜欢 怎么到你这里 所以处理起事来 就全然不顾我喜不喜欢 既然三公主抢了我 就要对我负责到底 是谁 二郡主 只要是您喜欢的人 我一定帮您得到他 今日就别给前前吃鸽子了 你去临间打点野味 给他压压惊 是 公子 禀告韩绍军 少臣主命小人来传信 说约韩绍军 今日生时在客栈杂货间见面 说有要事相谈 杂货间 是的 一会儿你先藏起来 等韩绍军和另一位 进了杂货间 就立刻锁上门 小的明白 记得算好 药下发作的时间 您放心吧 是 少臣主 少臣主 如您所料 这个苏子英 果然不老实 他居然想把韩绍军 骗到杂货间 还要给韩绍军下药呢 下 下什么药 我不知道啊 还说人呢 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他一定 他去往杂货间的路上了 这个苏子英 你就是帮我黑芝麻 是烫烟 黑心 连我都骗我去 去 少臣主 你干嘛去 我救人去啊 我告诉你啊 把苏子英给我稳住了 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呀